全機扇貝競寵金屬 夾Mix淡淡肉 蒜蓉粉絲蒸扇貝 想起都覺得很好味 不過淡淡肉的同事 亦都是淡淡寵金屬 深圳市政府上月公布市內 杯雷海產有七成格含量超標之後 格風暴隨即殺到來香港 究竟有多恐怖? 我們先去西貢 這間很出名的全機海鮮酒家 買了扇貝 給政府認可的化驗中心測試一下 結果 全機家鮮杯驗出7.7個ppm 超出格最高含量2個ppm的規定 三倍有多 譬如本身有日本 有韓國 有大陸 或者英國 美國 都有 所以我一定要確實 你們那天是多少毫 告訴我 我才能追查得到 全機就說會查一下 究竟是哪個批發商出了問題 今天開始呈售 和黑人有個交代 要靠把關那裏 把關得好 我們買得不好 優質那些貝殼類 如果你把關買得不好 我們可以做龍獸 我們不可能知道 那種貝殼類 真的超標 要不超標 還說這些供應商 都有當地的衛生證明文件 我也打了一個批發 因為正常以為 在附近這些地方拿上來 以為是新鮮 有少少安全 減少一些大間 可能會好些 外地之後去中間奧白街 買蜆、聖紙、貴妃棚做檢驗 結果三個樣本沒有超標 不過有醫生說 隔含量有7.7個ppm 稍為偏高 應該是海產受到污染 重金屬進食後 比較難排出體外 會長時間積存 如果常常吃這些重金屬食物 可能引致神殊血 肝功能衰退 或者骨骼疼痛等等 總之老套些 都要說一句 少吃多滋味 多吃怪肚皮 愛海鮮人士要注意了 按摩